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找共识 这就让我的学员常常在做白工搞得很累啊 在了解的过程里 我从学员的语言里听到了他一句话 那就是他常常说 总监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又不能够发脾气 只能用问问题的方法去限制他的发散 你来感受一下 这句话背后的信念 其实是在表达 这是总监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啊 而总监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发散 所以我要很用力的把他拉回来 去限制他 事情才能够推进 我听出这背后的态度 其实是对立 而且有一种召集 很想要赶快解决总监一样 这学员就跟我承认 他心里确实想要快一点 但他不觉得这样的态度会有什么问题 我接着再问他 在你的行业里 一个专案合理的期程是要多久呢 他说三个月 我又接着问 那你期待要多久解决你的总监呢 他说最好是两个月 甚至于是一个月就能够结束一个专案 我很好奇 他早点结束专案 是不是有其他的计划要进行呢 他说没有啊 他只想要早一点结束 早一点休息 我就有在问他 是什么原因让你需要早一点休息 他说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不用做事就是爽 我听到这句话 不用做事就是爽 这样的想法是哪里来的呢 结果他很激动 他跟我抱怨 他说 老师我来找你是要解决沟通的问题 怎样可以快一点搞定我们总监 这跟信念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提醒他 就是因为你越想要搞定 才会越搞不定 以我的经验来看 你现在的反应 其实说明我们快要碰到核心问题了 我很鼓励你 先回答我这一题 我再说一次哦 不用做事就是爽 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来的呢 他听到这里才安静下来 他想了很久 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会有这样的归因 是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他常常听他的爸爸这样说 我就是命不好 才需要一天到晚工作 你看那个某某某 人家可以想还倒就去定行程 他想看电影就马上出门 那才是好命人啊 也因为爸爸这样的语言 才种下他 不用工作就是爽 这样的信念 而这样的信念就导致 在他的潜意识里 会很下意识地排斥工作 虽然表面上知道 需要工作才能够过好生活 但他骨子里 其实把工作视为 奴役生命的压迫者 而不是帮助生命成熟的教练 对于工作 会有压迫者这样的想法 其实才是他搞不定 专案总监的真正原因啊 听到这里 你可能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没有关系 我们来进一步推演看看 当他把总监 放在一个压迫者的位置上 他跟对方互动的时候 他心里已经先预设对方 是很难搞 很麻烦这样的想法 也因为这样的想法 学员在跟总监互动的时候 很容易在表情 在语言里面 隐含着愤怒跟攻击 这让他的总监 就会觉得不舒服 而总监的不舒服 又会回过头来 对我的学员产生了反胃 甚至于回避问题 这样的互动模式累积下来 当然就很难有共识啊 所以结果又造成了 我的学员 他自焉预言了嘛 果然总监很难搞啊 但他没有发现的是 是因为他先预设了 总监难搞 才会让总监难搞的事实 因而发生 也就是说 真正让他辛苦的问题 不是沟通 而是他的信念 那要怎么样改变信念 具体来说 要怎么做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先改变语言 就能够改变信念 拿我学生的例子来看 原本从他爸爸身上 继承工作的信念是 不用工作就是爽 这会很下意识的 让他只想要解决工作 让人觉得他没有耐心 不愿意跟他合作 所以我鼓励他 换一句话来说 我请他告诉自己 工作是为了让生命丰富 让生活精彩 如此一来呢 他就能够帮自己创造 享受工作的心态 而回到总监的交流 这个层次 他原本对总监的说法是 我要用问问题的方法 限制他的发散 我建议他把这句话改成 我可以用问问题的方法 聚焦他的天马行空 你也可以自己默念看看 用聚焦取代限制 用天马行空取代发散 其实就是用一种 更有力量的语言 去替换削弱力量的语言 让你的内在更给力 多了一份笃定跟信心 千万不要小看 这两句话的调整 如果莫名的信念 会让你自厌欲言 那同样的道理 更有力量的信念 当然也能够让你心想事成 而事后证明 我的学员告诉我 在觉察了自己的信念 而且改变内在语言之后 他跟总监的沟通就顺多了 当他用享受工作 聚焦想法这样的信念 来看待工作 看待他的总监 他发现自己 可以心平气和地说话 也比较容易去听见 总监提示的重点 进而提出双方都同意的选项 让他有了更好的工作效率 我一直相信 改变信念就能够改变人生 如果你现在工作或生活 常常困在某一种轮回里 让你觉得很辛苦 那么我即将在12月12号 推出的全新线上课程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就是为你准备的 在这门课里 我会陪伴你去觉察自己 无论在表面上说出口的 还是在内心告诉自己的语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进而帮助你重塑语言 让你由外而内 跟由内而外的相信自己 达成你想要的目标 而在对人的理解方面 当你对人的了解越多 你就会越在乎你的关系 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的学习呢 嘉宁老师即将推出的线上课程 你是哪种人能够帮助你有所前进 而为了回馈长期支持我们的朋友 只要你在12月12号 第一波早鸟期间 加入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这时候 你是哪种人这一门课 就会连带送给你 你是哪种人只送不卖哦 欢迎你现在就到七点文化的网站 现在你已经可以收听这两门课程 免费的第一奖了 记得帮自己调一个闹钟 当时间显示12月12号的凌晨零时 你就可以守到加入了 信念改变人生 了解带来可能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了解自己 同时认识自己的性格和优势 为自己做出更棒的新选择 让我们陪伴你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